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 或许各位期末也会用到 就是Blender里面你要怎么弄字 弄字是OK,但是弄立体字 这个需要,其实很简单 只要设定一个地方就好 我们进入Blender 我们按Shift A就可以新增一个Tab 就是字 我新增完就变像这个样子 你可以编辑它 我把那个Extrude 这里把它弄成0.3 它会变立体 接下来我们设定这个Depth 如果为0.5的话 它立体的旁边会有一些斜角 Bevel就是斜角的意思 OK 接下来我想让这个字可以有点弯曲的形状 所以我新增一个Basier Curve Basier曲线 新增了Basier曲线 进编辑模式你可以按E去延伸它 让它形状更复杂一点 接下来我选这个字 我把它的Text on Curve 设成Basier Curve 就是刚刚的这个Basier曲线 你会发现它歪了 它歪了 因为那个Text实在太短 所以我们把它弄长一点 变成How are you 那你就会发现 它照着那个曲线去走 那你也可以让这个字体变成斜体 只要在这个Font里面的Shear 你把它设 本来是0.0 给它设1.0 或者更多 它会越来越斜 OK 那如果你设定Geometry里面的Offset 那是负的话它会细一点 是正的话它会粗一点 那设定Resolution5的话 它的解析度 就是斜角的那个圆滑度 会高一点 OK 那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示范 所以我们在这边 先把这个删掉 然后我按Shift A 新增一个文字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一个Test OK 那这个Test出现之后 你在这边会看到一个F 这个就是那个文字的物件资料 那我们现在呢 像照刚刚那样我要把它拉 拉大一点 那所以呢我这边可以这样 那这样有点慢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拉 OK 这样子好 0.24 那我刚刚我设0.3 就设0.3 好 那你会看到这个文字出现 那如果我们从上面看 你会看到一个立体的文字出现 OK 这是立体的文字 OK 那我现在呢 让它设有点斜角的感觉 越设就斜角越明显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让它Offset 变大一点 比如说0.1 你会发现这样实在不能看 对不对 好 那负0.0.1 这样也怪怪的 那负0.01 好 这样OK 会细一点 负0.01看不太出来 负0.03 就会细一点 OK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细一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让它绕着曲线走 所以我先把它拉过来 我这边Shift A 新增一个Curve 这Basier Curve 贝式曲线 那这贝式曲线呢 我按Tab 进入编辑模式 你会发现它是有这种可以拉的 我可以这样转 我可以这样转 好 那我也可以按E 用贝式挤出法 其实都一样 那把它做得很复杂 做得很复杂 OK 接下来呢 我回到这个Test这边 那在Test这边呢 我就让它选Test On Curve 结果你会发现它不是很合 因为我这个位置在这里 这个位置在那里 但是你如果把它拉过去 你就会知道它有点在对 对齐它 那我们按Tab 有点这样子对齐 好 那现在我呢 为了要 要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把这个字改掉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HRU 变这样 实在是太复杂了 因为我转的弯 转的太过头了 所以呢 我现在回去编辑一下这个曲线 按Tab 进入编辑模式 那这边 我不要转那么大的弯好了 好 这样子 各位看的应该就比较清楚 How are you 就变这样 OK 好 那这就是我们文字的部分 你可以做出立体字 那这种字在有些开头片的时候 你常会看到有人用 那你也可以设定它的材质啊 主性啊 颜色啊 之类的 那有时候效果会不错 好 那我们看到 按F12 这是出来的字 但是 它有点跟相机没有对好 所以我现在选Front OK 好 这个 好 那我们相机在这里 所以呢 有几种方法 一种是调相机 一种是调它 那但是我希望调它 所以呢 我让这个 Rotation 的角度 看一下 按照S轴旋转90度 好 这样子它对着我 对着我 那我把相机呢 相机就调到这个位置 好 好 那把这一个下来一点 好 再下来 哦 哦 位置怪怪的 因为两个没对好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做好了 那 按F12 你可以看到这个字 那灯可能没有打好 按世界光 按世界调一下环境光 好 OK 好 那如果觉得太亮的话呢 就把环境光调低一点 OK 这样看起来就好多了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你想要的字 那而且可以绕着某个曲线去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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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